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马腾 本节目由周大生主宝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生 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当地时间5月7号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 在贝尔格莱德上线播出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 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剧 展现习近平主席广播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 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 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 节目用海外受众易懂的语言介绍中华文明精实典籍中的华章家具 通过总台记者实地重访典型场景 与外籍嘉宾对话交流等方式 力求呈现一个真实全面 立体多彩的新时代中国 塞尔维亚总统伍器齐在视频致辞中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赛中友谊付出的巨大努力 期待未来能以多种方式加强交流互建 推动钢铁般的赛中友谊迈上新台阶 节目5月8号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第一频道独家播出 相关内容及其宣传片等 还会在欧洲和全球近百家主流媒体陆续播发 当地时间5月7号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 在贝尔格莱德共同举办中赛相亲万里如龄人文交流活动 塞尔维亚副总理武林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 塞尔维亚文化部部长塞拉科维奇 塞尔维亚前议长奥尔利奇 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布约舍维奇在活动上致辞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做视频致辞 大家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始终致力于推动中赛两国的文化交往和人民相亲 近几年总台与塞尔维亚多家主流媒体开展合作 还将与塞尔维亚总统府媒体关系部 塞尔维亚政治报等机构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进一步拓宽两国人文交流渠道 共同书写中赛文化交流的崭新篇章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 联合设置的纪录片绿色的交响一路欢歌正式开机 探寻全球发展活力之源的系列记录短片《机遇中国》 和展现跨越时空文明对话的记录片《孔子大街一号》 也于5月7号起陆续登陆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 中赛政治 经济 文艺 学术和企业界嘉宾出席活动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 2024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达15.27亿元 观影人次为3777万 其中 维和防暴队以4.06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 末路狂花钱 九龙城寨之围城 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 哈尔的移动城堡位列票房榜2至5位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一共有8部 其中国产片6部 两部引进片 题材丰富 涵盖景匪 动作 喜剧 动画 爱情 悬疑等类型 比如年轻观众较为关注爱情片《穿过月亮的旅行》 朱朱侠大电影《星际行动》则备受亲子群体青睐 而哈尔的移动城堡单人观影比例最高 大体量高概念的现象级头部商业大片缺席 使得今年五一档更加凸显中小体量腰部影片的力量 今年的五一档包括喜剧片 动作片 一些动漫的衍生作品 上到80岁 小到8岁的观众其实都能覆盖 截至5月7号 今年全国总票房超200亿元 国产影片份额占比超过80% 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档 包括全年的电影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日随着广西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进京展演活动的举办 多部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舞台作品 与首都观众见面 规矩男宁女儿邓颖超 讲述了邓颖超同志追求男女平等 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动人故事 民族歌剧《柳柳州》 融合唐诗与广西民歌 呈现了唐颂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在广西柳州所度过的人生岁月 今天的节目一起感受八贵大地的文化艺术魅力 四月的北京春意正农 在清华大学的蒙明伟音乐厅里 一场民族风情浓郁的交响音乐会正在上演 交响幻想曲歌仙留三姐 动笛声清脆悠扬 卢声于动笛二重奏 风雨桥畔茶花香 悦耳空灵 它中国特色非常明显 对甚至一些西方曲目都包含了一些中国特色的拉法 对特别明显 挺有这种新鲜感的 没听过 其实还挺想去广西的音符 让清华的学子们能够欣赏到我们 就是广西富有民族特色的这些作品吧 所以呢我们精选了这部《洞在狂欢夜》 它使用的乐器是我们广西摇族 苗族 洞族的儒声 我们把它改良成可以演奏像协奏曲类型的这种比较高难度的作品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切身领略感受广西声乐之美 在举办的专场演出快闪活动中 乐团演奏员还会面对面为高校师生现场科普广西民族契约历史和乐理知识 它讲那个铜鼓 就我们刚才在左边敲那个它是真的 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然后它跟我们就设下如何去敲打它 它手上有一个戒指 然后戒指是演奏的时候敲进那个鼓会发出不同的音色 此次进京展演 广西交响乐团邀请著名指挥家彭家鹏 康慕海担任指挥 创牌交响组曲《向海之路》 展现广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銜接门户 向海图墙的勃勃升机 广西是多民族长期杂居的地方 十个以上的市区民族 广西河浦 是中国最早的海思路的起点 所以广西作为中国的现在的南大门 面向东盟 面向整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的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打造了《向海之路》这样一个作品 限制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中国向外交流 《向海图墙》的这么一个我们的这个辉煌的光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晚年写下的诗 柳宗元一生一心报国却始终不得志 由广西歌舞剧院带来的民族歌剧《刘柳洲》 讲述了柳宗元生命最后四年 在广西柳洲担任刺史时的故事 舞台不仅采用唯美诗意的中国水墨化风格 利用原型升降旋转舞台装置自由切换场景 将柳宗元为民请命造福广西百姓的感人故事一一呈现 剧中的唱山歌 抛袖球 忙锣舞 竹筒喝酒打雷堆等表演 生动还原了广西百姓能歌善舞的风土人情 他不光是一个诗人 他其实最大的名声并不再诗词 比如办学坛啊 解放奴婢啊 是吧 这个种柳啊 对吧 挖井啊等等这些东西 他的官为名义的这种名本思想 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社会 大力带提倡 他不光是在救这儿的百姓 这儿的百姓也用他们的淳朴的珍奇在感染着他 所以我们把岳父 唐诗和山歌 民歌 在这里面做了充分的这种交流 扎岛对我们进行了剧本的朗读 包括我们的这个编剧 常见君老师 也对我们进行了剧本的分析 对人物的分析把控 研究每句台词 它背后的故事 然后当时人物的心境要去揣摩 要去研读 他一开始的北望长安唱的时候那种坚定 到最后慢慢他开始思念长安 北望长安 梦未醒 直到最后他满怀深情地唱 我的长安已经是柳州了 我不要不要再回去 广西共有11个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在交流融合过程中 还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地方戏曲剧种 如壮剧 贵剧 雍剧 动剧 彩调剧等等 在传承发展地方戏曲剧种的道路上 广西戏剧院把握时代脉搏 深入挖掘当地革命历史故事 惠剧南宁女儿邓颖超用戏曲手法 艺术化呈现邓颖超青年时期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后结识革命伴侣周恩来 共同发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 觉悟社 到呼吁妇女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 这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们在广西的邓颖超纪念馆 做了多次的调研和采风活动 我们还请了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健 来给我们讲过去邓颖超的一些生活习惯 和他和周恩来的一些事迹 邓颖超跟周恩来的两个爱情 使我是最难忘的 周恩来得了这个甘眼 毛泽东主席就派邓颖超同志去照顾他 共同地走过艰难的雪山草地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派邓颖超到上海 去做宋庆龄的工作 那么参加我们国家的庆典活动 充分地展示了邓颖超同志的这种智慧和这种精神 邓颖超同志的人物性格不仅是唱腔特色去体现的 还要在表演中借助面部表情和身段姿态去传情 以细腻而赋予生活气息的表演 与戏曲手法结合来塑造人物 艺术化体现邓颖超同志 坚韧不拔 勇于前行的灿烂人生 和信念坚定 担当世面的伟大精神 青时代以来 广西舞台艺术创作领域 带给我们的一些惊喜 这种高标准的欣赏气味 是需要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全体 要有充分的文化 意识 既有对传统的那样的一个敬略跟忠重 其实是能够看得到广西界定的这种 文化的这种自我建设 此次展演 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 让首都观众领略到八贵大地 绚丽多姿的历史文化风貌 以折射出近年来广西聚焦文艺精品创作 登高原 潘高峰 所开创出的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田地 每天一刻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